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你身上藏着九个健康窝, 长拍拍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别小看了这些健康窝, 据史料记载, 每当慈禧出现不适, 都会按摩眼窝、紧窝、腰窝、夜窝等养生窝, 常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耳窝 聪耳防感冒 耳窝位于耳垂后凹陷之处, 是人体一风穴的位置。 暗揉一风穴可以起到防止感冒, 预防风穴入侵身体, 还能凝心安神, 缓解晕车, 此外可以起到聪耳的作用。 方法, 用指尖来按揉, 按揉的力要沿着斜内方, 朝向鼻尖的方向, 每次按三到五分钟即可。 2. 眼窝 安神明目 眼窝是只眼睛四周的范围形成的一个窝, 眼睛周围的穴位非常密集, 有晴明学、 攒竹学、 丝竹空、 成气学、 四白学, 它们都有很好的明目安神的作用, 经常按揉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 改善老花眼。 方法, 用指腹按揉眼眶, 可以从上眼眶开始, 外眼角, 再经过内眼角这样顺时针, 或逆时针的单方向按摩, 力度不用过大, 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也可用指腹按压重点穴位, 按压时要轻柔, 因为眼周的穴位比较敏感, 血管也比较丰富。 三, 颈窝, 改善咽喉不适。 颈窝在咽喉下, 胸骨上的凹陷处, 也是天突穴所在的位置。 长按天突穴可以通力气导, 同时也能改善咽喉不适, 恶心呕吐。 方法, 用拇指或食指指腹轻柔地按压, 同时配合吞筋, 因为按揉的过程中, 配合咽唾沫的动作, 能够很好地缓解咽喉的不适, 肝呕, 恶心的症状。 按揉时, 用力要往斜下45度角, 按3到5分钟即可。 四, 夜窝, 宽胸护心, 消气, 夜窝是心经经过的地方, 内有集泉学, 集泉学是心经气血巡行的开始, 按摩集泉学能够梳理心经的气血巡行, 有宽胸礼气, 宁心安神的作用, 容易生气的人, 遇事容易急躁的人, 都可以揉揉夜窝。 方法, 一, 按揉法, 双手交叉, 掌心面对胸部, 用并拢的四指顺时针, 逆时针各按揉十次, 以提高淋巴循环, 然后找到集泉学, 顺时针, 逆时针各按揉十次, 有酸, 胀, 麻的感觉, 交替按摩100到200次即可。 集泉学在哪里呢? 双侧上肢交叉, 然后左手拇指置于右叶窝下, 右手拇指置于左叶窝下, 指尖到达叶窝的顶端, 大拇指指腹自然对应的部位就是集泉学。 二, 拍打法, 四指并拢, 手微曲, 用虚掌拍打上肢的内侧面, 由轻到重, 节奏均匀, 拍到皮肤发红。 孕妇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 肿瘤有淋巴转移患者, 不要随便拍打一窝。 五, 肘窝, 降胃火, 改善便秘。 常拍打肘窝有泄火的作用, 因为肘窝附近有大肠筋穴位, 经常便秘, 腹胀, 或者牙痛, 胃火大, 或者风热发烧, 头疼, 咽喉肿痛, 都可以拍拍肘窝。 方法, 用手掌的指头根部拍打肘关节的外侧, 由轻到重, 均匀拍打一百下左右。 如果火气比较大, 很容易就会拍出沙点。 不过, 久病身体虚弱的人, 最好不要过重拍打刺激, 可以在肘窝处轻轻推擦。 六, 腿窝, 缓解腰背不适。 腿窝就是腿部弯曲后的窝, 此处有一个伪中穴, 皇帝内经有腰背伪中求意说, 不管是风寒, 腰肌劳损, 跌打损伤, 及扭伤引起的腰背痛, 都可以求助伪中穴, 能够缓解腰背疼。 方法, 驱腿时, 腿窝处横纹的终点处就是伪中穴, 先把手掌搓二十到三十下搓热, 然后把手放在腿窝后侧五三十秒, 做十个来回, 用拇指指腹来按压伪中穴, 停留三到五秒, 瞬间放松。 七, 脚窝, 不肾间体。 脚窝, 就是犬足时的凹陷处, 也是永泉学所在的位置, 它是圣经的第一个学位。 方法, 永泉学位于足底第二三直指缝纹头端, 与足根连线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上, 用手部的大鱼记单方向的擦永泉学, 至脚底有发热的感觉, 搓五到十分钟, 力度节奏均匀。 八, 腰窝, 腰部不适, 腰窝是腰背后的两个小窝处, 是腰眼穴, 无论是因腰肌劳损, 内脏病变, 腰椎病变引起的腰酸腰痛, 都可以按揉腰眼穴缓解。 常揉腰窝还有调和内脏功能的作用。 方法, 一般手握空拳, 自然往后腰移放, 拳头所在的位置, 大概就是腰窝的位置, 双手放在后腰, 用我们的手掌根从上往下擦, 擦到腰部发热为止, 擦三十到五十次, 胳膊不方便的人, 可以和家人之间相互推擦。 九, 骑窝, 改善消化功能。 骑窝也就是我们的肚脐眼, 是神雀学所在之处, 神雀学有大补元气之效, 爱腹泻, 腹部怕冷, 甚至先天体质弱者, 都可以通过骑窝来保健。 方法, 拉肚子, 肚子凉, 需补之时, 建议逆时针揉肚子, 易便秘的, 想减肥, 需泻之时, 建议顺时针揉肚子, 每次可以揉一百次。 食指抓身, 预防便秘, 中风。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小动作, 对治疗便秘, 预防中风, 缓解手脚冰凉有一定的效果。 食指抓身可谓是最简单, 最方便, 最实用的健身方法。 这个动作, 站, 走, 坐, 握都可以练习。 动作要点, 肩肘自然放松, 手指张开, 充分握拳, 伸直为一次, 频率为90到120次每分钟, 尽力抓身到最多次数。 注意事项, 开始练习时, 不要过劳, 太累了就歇一会儿, 反复多次, 抓身的数量每次都有提高。 坚持一天, 你一定可以抓身300下, 持续练习一周, 一次轻松达到1000下。 动作功效如下, 作用一, 从远端持续微调内脏功能。 经络是脏腑的延伸, 手指间有上肢六条经络的旗指点, 它们与心, 小肠, 心包, 三胶, 肺, 大肠有联系。 抓身练习, 可以刺激旗指点穴位, 降放风筝一样, 对远端的脏腑功能进行微小的刺激, 持续做, 就能随时调节相联系的脏腑功能。 一定有朋友想, 脚趾可以这样做吗? 当然。 作用二, 顺畅气血运行, 解决手脚冰凉。 手指脚趾做抓身动作, 可以让前臂小腿的小肌群动起来, 促进肢体末端的气血运行。 很多女孩子坚持实践三天, 发现手脚冰凉的现象消失了。 作用三, 养肝柔筋, 舒缓情绪。 中医认为, 肝属木, 木的特性是屈直, 所有屈身的动作都与肝有关。 皇帝内经, 阴阳印象大论说, 肝的变动在于我, 我们看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会紧, 张不开, 钻不住, 所以, 持续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养肝柔筋, 舒缓情绪。 事实确实如此, 有些朋友坚持练习, 发现打嗝排气明显增多, 让家里老人多练习这个动作, 也可能消除中风隐患。 提示, 这个养生动作不拘时间地点, 随时都可以做。 手脚冰凉的可以做, 有中风隐患的可以做, 便秘的可以做, 四肢微循环不好的可以做, 想调整脏腑功能的可以做, 好处很多, 贵在坚持哦。 宝剑手指操, 中医讲, 手部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缩影, 用手部反射区致病不花钱, 无副作用, 效果还好。 都说老年病是个复杂的事, 其实一双手就可以。 下面九个手部动作, 专门针对九种脑人的老年病, 做完以后会觉得一身顺畅, 从今天开始, 按要求操作, 手脚麻木, 心肺疾病, 眼病, 离你远远的。 注意事项, 图中只是动作示范, 要达到效果, 必须做足次数。 睡觉前, 起床后做一整套, 平常可以偶尔选择其中的动作进行维护。 一, 虎口平肌三十六次, 面部疾病, 针对视力模糊, 鼻炎, 牙疼, 预防感冒。 二, 手掌侧肌三十六次, 防止骨退化, 针对头痛, 颈痛, 预防骨刺, 骨退化。 三, 手腕护肌三十六次, 心肺疾病, 针对心脏病, 胸痛, 胸闷。 四, 食指交叉护肌三十六次, 抗麻, 针对手麻, 脚麻等末梢循环的问题。 五, 拳击掌心各三十六次, 疲劳, 针对提神消除疲劳, 六, 手背护肌三十六次, 内脏问题, 针对糖尿病, 调整内脏机能。 七, 搓双耳三十六次, 促血液循环, 针对头部面部的血液循环, 有利于防止血栓。 八, 手掌心无眼睛, 老花眼, 针对, 预防近视, 老花以及视力模糊。 六六三十六, 做足次数, 预防疾病。 这套手指操动作不多, 但很有针对性。 建议大家都学下来, 并积极操作, 身体健康, 吃啥啥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感谢观看